汉武大帝中情商最低之人非李广莫属 尽管他将门世家出身是标准的豪门高富帅 但奈何一张嘴巴总是不饶人 公孙敖只是为韩安国的遭遇惋惜了几句 李广开口便喷 公孙敖当场猛逼 自己话里话外都是惋惜之情 怎么到了李广口中就成了咄咄逼人 喊着魏清让他平平礼 但魏清早已经领教过李广的毒蛇 他让公孙敖别说话了 怎料李广得势不饶人 一个回头望远又是一顿狂喷 短短几句话 李广就把在座的各位都喷了个遍 韩安国的事只是他的一个由头 我告诉你们 有时候这鹰啊 是比那鸡飞得低 可是那鸡啊 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 说吧 李广扶肉而去 竟有在座垃圾 古有鹰比鸡高 李广一战封神 可惜是个嘴强王者 聚餐结束后 众人各赴战营 开始出征前的最后准备 魏清这边 平阳公主求见 二人相见 没有以往的激情 这种大战 生与死都是五五开 这一面 一是不想留下遗憾 二是给男人多一些活下去的信念 让他知道 在家的方向 有个人为他日日夜夜的祈祷 祈祷他斩将千奇 杀敌立功 平安归来 我们坐会儿 我哪有时间呢 我马上就有出征了 我也用不着那么多时间 只是不想看你这么假吗假式 你觉得我行吗 不是我说你行不行 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 我行 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 你还这么见外 你是我心爱的人 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 是让我为你骄傲的上将军 其实 此一战 除了李广以外的三人 不仅是战场新人 而且都是武帝身边的近视心腹 所以这一战除了揭开战略反攻的大幕 还是武帝有意培养自己信赖的将领 和未来几十年的汉兄大战挑选主帅的大练兵 其中武帝对魏清是最寄予厚望 魏清本是奴隶出身 在古代一个人的标签是不容易轻易被改变的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 永远是这个社会的准则 武帝能够不顾舆论压力 不拘一格地启用奴隶魏清 本就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而正是武帝的这一举动 从此彻底改变了魏清的命运 这位匈奴人的克星 开始走上了西汉的军事神坛 汉武大帝中最硬的男人非张谦莫属 尽管他被匈奴人扣押十年之久 十年间的拉拢洪化 威逼利诱 甚至是卑鄙的美人计 张谦依然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他 出使西域的神圣使命 乃至今日汉兄开战 他有了逃跑机会 但张谦依旧硬 花有重开日 刘武在少年 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内心 这得多强大的民族国家信仰 才能造就张谦 历史再次证明 能够流芳千古的人物 的确非凡人可媲美 不愧是第一个睁开眼睛 看世界的国人 而张谦接下去 还有更硬的操作 他不但要自己逃 还要带上匈奴爱人 接孩子一起 大家小家他都要 抛弃弃子 岂是真男人作为 其中更硬的是 凭借着个人魅力 张谦竟然让身为匈奴眼线的爱人 对他言听计从 这张谦要是出本书 高低 我得买两本压身 另外一边 收到大汉朝的开战消息后 匈奴这边也在进行紧张的战前部署 在仔细分析四路将军之后 大胆于医治邪 把李广列为重点打击目标 在匈奴人的心目中 在大汉的所有将领中 也就李广勉强可以算是英雄 因此认为只要打掉李广 就等于打掉了汉朝的国威士气 打掉汉朝皇帝的伯伯野心 为此大胆于医治邪调集三之惊奇 数倍于李广的兵力 专门围剿李广的一万骑兵 至于大汉的其他三路兵马 医治邪的态度是 这你别管 我自有安排 说实话 这几路无名鼠辈 汉朝皇帝的裙带枕头 还上不了我大匈奴的政袭 接下去会结合沙盘 来解说这场汉兄之战 大汉朝四路将军 各自领兵一万 车骑将军魏清 直出上谷 骑将军公孙敖出带郡 轻车将军公孙鹤出云中 萧骑将军李广出夜门 在这次汉兄大战中 公孙鹤一路向北 寻找匈奴的军队 但由于道路不熟 又不敢深入匈奴腹地 所以观光一日游 原路返回 公孙敖出带郡 偶遇匈奴主力 由于汉朝的骑兵战术尚不成熟 这一战他折损七千骑兵 狼狈地逃回汉井 而从燕门出发的李广最惨 他资历最深 名声在外 燕门又是熟路 武帝对他的期望很高 匈奴也这样认为 大胆于医治邪明确下令 要活抓李广 因此被匈奴重兵锁定 李广自持骁勇 极尽冲锋 匈奴兵炸败后退 引李广入埋伏圈 以四万惊奇对拼 李广一万骑兵 终究是寡不敌众 全军覆没 李广受伤力 劫备生情 匈奴人见 这位汉朝名将终于抓住了 兴奋不已 对着李广疯狂嘲讽 李广全然不予理睬 他躺在网兜里一动不动 仿佛昏死了一般 匈奴人见他失去行动能力 渐渐放松了警惕 瞅准时机 李广凌空一跃 一击横扫千军 将领头的匈奴王子踹于马下 一路急迟 回首张弓搭舰 连下三人 暂时将匈奴小队击溃 李广伊勒斯将战马直立而起 仰天一声长啸 随后扬长而去 至此四路大军 以折三路 现在大汉的唯一希望 就只剩下魏清了 这是战神魏清的北伐首战 魏清作为汉武帝的小舅子兼兴富 他一路见证了武帝整军精武 要与匈奴一战的决心 他太了解 武帝这次出征的战略意图 加上魏清天生对战争的敏锐 他意识到此次与匈奴作战最大的改变 就是汉军的兵种 从步兵战车变成了全骑兵作战 而要发挥骑兵真正的机动优势 就要敢于采用大纵身和大迂回千里奔袭 所以当他收到情报 得知李广和公孙敖都遭遇了匈奴的部队 他立刻意识到 这是一个必时积蓄的绝佳机会 但凡天才的军事将领 都有毒辣的眼光 而魏清就把他这次的目标 锁定在了匈奴圣地龙城龙翼作龙 所以又称龙庭 是匈奴大会诸部和祭天的政治中心 现今位于外蒙古厄尔魂和西侧的 和朔柴达木湖附近 而魏清触发的上古军位于 现今的张家口 孤军纵横敌军八百里 这已经不单是运气好的事情 这气魄胆识和对战争的判断恐怖如斯 正如前面所说 以史为鉴 能够流放千古的人物 个个都非凡人可媲美 而沉浸在大盛里广的匈奴人 此时毫无防备 让魏清率军指导龙城斩首七百 虽然此战消灭的有生力量不多 但龙城是匈奴的胜地 给了敌军士气极大的打击 也为武帝这次冒险的远征挽回颜面 那么问题来了 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中的出赛 但史龙城飞将在 不叫胡马独阴山 其中的飞将是李广还是魏清 欢迎评论区交流 四位将军的战绩很快被送回京城 在听说魏清立下大功后 姐姐魏子夫笑得合不拢嘴 而一旁未来战神或去病 正在复推刚刚结束的大战沙盘 魏子夫很疑惑 明明只有魏清一路大劫 魏和武帝却是一点也不生气的样子 皇上早就说舅舅能行 舅舅真就是行 皇上说舅舅这个人像周伯 厚重少门 但是笨人打巧仗 皇上说这次四路大军 哪怕三路都打光了 只要魏清这一路能赢 就是最大的胜利 皇上说这一仗就是让舅舅练兵 要是没有皇上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用舅舅担当这样的重任 倒还真是这样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 武帝对少年获去病的宠爱 以及获去病对武帝的依赖 聚聚不离皇上 很快获去病就从沙盘中 推演出这次失利的原因 他指出失利的根本原因 是错用守株待头的战术 虽说我军此次用骑兵作战 可骑兵的作战经验缺乏 一旦战术不懂变通 根本无法发挥出骑兵 在速度和打击力度上的优势 这样作战 就是骑着马 也是白白送死 哎 你小的说法 跟皇上说的倒也差不多 我说皇上怎么喜欢你呢 不论输赢 该开的总结大会不能少 武帝高座与讲台 如同班主任问答 这一会议 武帝不问过程 只要收获 第一个被武帝点名的是 折损七千士兵的公孙敖 他的收获是 我汉军的骑兵战术 远远逊色于匈奴 战法又生疏 骑射水平差 近战刀法单一 完全就是一群骑在马上的步兵 你是说 虽然使用了骑兵 但是没有适用于骑兵的战术 是的 魏清 回去写个折子报上来 传零旨 心疼魏清三秒钟 考试第一 还得写八百字总结 第二位被武帝点名的是 无功无过的公孙敖 出城几日游 倒也没什么收获 但武帝在他身上有了收获 魏清 你要好好继续 匈奴人历来重视战前侦查 马逸之为我汉军 已经领教过一回 事不过三 要设法让匈奴人 做聋子 做瞎子 臣领旨 第三位是全军覆没的李广 他就更加不好意思 严收获 又是武帝出面替他总结 也是对他的忠告 那就是切勿以硬碰硬 要懂变通 大致意思是 敌追你就跑 敌跑你就追 其实武帝说的没毛病 根据史记分析 李广确实是个战士 却不是称职的将领 爱逞个人英雄主义 他是带兵打仗的人 却时常带着几十人 几百人便冲出去 没有尽到一位大将 该有的指挥大部队的责任 这地面上最柔弱者为水 碰到一点微小的阻碍 都会改变其形状跟方向 放在圆的城隙里则圆 放在方的城隙里则方 似乎没有自己的主张 一旦形成洪水 则再大的岩石都难以阻挡 最后是唯一打了胜仗的魏清 虽说有运气成分 但没点实力 给你上你也不行 因为此功劳太大 无敌封其为关内侯 一战封侯 喜欢视频的观众 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